最近56岁男性王健民的离世受到外界关注 一方面是因为大家还记得他曾经出演过的经典角色 一方面是因为他直到生命最后时刻还想着还债 因为欠债,王健民生前很是落魄 秦生母亲中风失智 作为儿子,王健民连掏医药费都艰难 女友不离不弃陪伴自己多年 作为爱人,王健民无法兑现承诺不敢结婚 直到肺癌晚期扩散到了脑部和骨头 王健民都还惦记着还清债务 生命尾声无法动弹 他瞪着眼睛闭不上,弃自己无能为力 当然有人觉得,虽说死者为大 可是王健民到底没能还清千万债务 眼见着王健民人没了连丧葬费都凑不齐 还是忍不住唏嘘一声 还有医生出面感慨,因为欠债没有积蓄 王健民只能选择较为痛苦的治疗方式 之前王健民在采访中也提到 他进行多次化疗和电疗 失去味觉暴瘦十几公斤 也是为他过往犯下的错误付出沉痛代价 为王健民唏嘘感慨的同时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 相较于内地明星 港台娱乐圈汇聚了大批底层小明星 他们的经历往往能给普通人更多警醒 又因为港台明星收入不稳定 圈子小很容易大起大落 导致他们时常陷入债务纠纷 这里就列举一部分 因为欠债落魄的港台明星实力 了解一下他们欠债的原因 一起来避坑吧 一、赌博 尽管王健民多次否认参与赌博 声称欠债是因为母亲生病 但是以他欠债的金额 多多少少有些背后故事 他有一次还是说漏了嘴 提到自己会玩牌和赌球 但是王健民自认自己玩得小 不觉得有事 玩得小就没事吗 港姓司徒瑞奇有话说 司徒瑞奇出生于体育世家 游泳运动员出身 一度冲击过奥运会 退役后选择加入TVB 受到高层力捧 直到他爆出赌博丑闻 他在澳门赌了一次 输了旧届高利贷 一路利滚利到无法偿还的地步 家里的咖啡厅都让人泼了红油漆 70岁女星陈英杰晚年欠钱不还 被圈内明星曝光是欠钱灌犯 他欺骗亲生姐妹为自己做担保 被判入狱 患上重病账户只剩150元 报外送医都拿不出医药费 回溯他欠债的源头也和赌博有关 曹达华曾是娱乐圈大佬级别的人物 他坐拥数家片场 电影院 当时最大的电影制作基地华达片场 也是曹达华的企业 他屏住这些赚的波满盘满 谁能想到 这位有本事有胆色的大佬 最后也会栽到一个赌资上 60年代 曹达华染上赌博 在赌王和红绅的赌场 输光了三亿身家 那个年代的三亿 放在现在可就是1500亿的价值 曹达华先后因输掉了自己的电影公司 和片场等多处产业 最后还连妻子的家产也赔了进去 为了生计 从亿万富翁变成穷鬼赌徒的曹达华 最后只能赶回就业演戏 万年曹达华一人窝居在望角几十平米的公寓里 在2006年因为出血病逝 少世女星李晶曾获少一副利捧 17岁就获得影后 红透半边天 备在是娃娃影后 70年代末已经是一些女星的李晶 因为男友去世而备受打击 于是大幅减少拍片量 1983年 李晶母亲去世让她痛苦不已 她前翠退出了娱乐圈 退圈后的李晶投身股市 却屡凿失败 欠下大量债务 90年代 李晶直接销声匿迹 其实光靠前半辈子在娱乐圈赚的钱 就够她在豪宅安详万年 但李晶孤注一只染上了毒瘾 输光加财 最后变卖豪宅房住 尽管已经如此穷困潦倒 但李晶还是没能借掉不良嗜好 最后被房东曝光烂赌欠租三年 热上了官司 这个时候还是有很多圈内好友愿意帮助她 邵一副帮过她 向华强为她交过一年房租 这个时候李晶的身体状况也不好了 有了心脏病 做过乳腺癌手术 但李晶还是朝赌不悟 她一生无儿无女 最终身边的朋友也逐渐远离了她这个毒鬼 2018年2月22日 69岁的李晶在家中去世 却无人知晓 最后还是几天后尸体腐烂 邻居文件恶臭才报警发现的 四个谢仙在剧中出老千为所欲为 因为自己也可以在堵桌上叱咤风云 结果从1982年到1985年的三年间 她输掉了4000万 还欠下1600万债款 当时年仅5岁的谢霆锋 度过了一个糟糕的童年 因为家中时不时会有债主来追债 谢贤也时常遭人围追赌劫 最后据说是迪波拉找赌王求情 赌王面除了谢贤一般的欠款 一家人才得以喘口气 谢霆锋两岁就开始拍广告 六七岁时也会接到工作 13岁正式出道 据悉谢霆锋出道时 家中仍背注欠款 所以谢霆锋当年也有出道替付还债的名头 香港四大恶人之一的何家居 1月2015年去世 在进入娱乐圈之前 何家居曾创办报社 并很快做大做强 资产一度高达3000万 可惜的是何家居也染上毒瘾 并在两天时间里 将自己的所有钱财全部输光 家人也因此跟他闹僵 30岁的何家居没有放弃 投身编剧创作 著名的《监狱风云》就是他的作品 他还在片中出演反派大咪 其实何家居的事业还是很顺遂的 周润发当年因主演电影的票房不佳 被冠以票房毒药的称号 是何家居担任他的经纪人 一直向外推荐 多年来何家居与周润发的关系都非常好 虽不是大明星 但何家居在娱乐圈打拼40余年 也攒下了一些积蓄 但在2015年何家居去世后 周润发等好友发现 他的银行卡里只有几百块 原来何家居知道自己得病 命不久矣 于是重返赌场 找回初心 将自己的几百万积蓄一扫而空 何家居一生没有结婚 也没有子女 留住积蓄也无人继承 钱翠做一件让自己开心的事 最后和家居的葬礼 都是好友共同出资举办 二 高利贷 都说钱力之低 溃于一学 多指一位港台明星欠债 到最后都是越欠越多 明明还在工作 收入不少 但是欠下的债永远还不完 甚至越还越多 就因为他们借了高利贷 汪建民借了高利贷 他的高利贷 还牵扯了另外一位明星 彭恰恰 台媒报道称 汪建民高达800万台币的债务 都是为人牵线导致的 其中就包括彭恰恰 68岁的彭恰恰 更是半生都在还债 因为欠债 彭恰恰妻子被迫选择离婚 因为欠债 彭恰恰房产被抵押 因为欠债 彭恰恰儿子被债主绑架 人到晚年 彭恰恰一人独居 半夜甩倒无人照顾 只能躺在家里身影 还没回复彻底 就赶着工作赚钱还债 整个人彻底麻木 动不动就陷入恍惚状态 三 投资 把投资和赌博 搞利贷放在一起 似乎有点太冤枉投资了 毕竟投资本身就是有赚有赔 况且对于明星来说 红的时候赚钱投资 过去了还有资产帮身 是很合理的选择 但是前提是不能盲目投资 简单说 就是不要做超出能力范围内的投资 女星王丽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 近年几乎在娱乐圈消失 直到她因为欠债被报道 原来王丽人投资创业去了 做餐厅开私房菜 结果入不敷出 又借了企业贷款 身上的债不知不觉 从几十万变成了几百万 还好 投资亏损还有偿还可能 王丽人还在竭力还清债务 微观到这可能有人觉得 那王丽人不算落魄 没错 王丽人有持有和有收入 可是她因为欠债 没了做母亲的机会 王丽人出生于1976年 和丈夫结婚多年没有生育 经过检查确认需要辅助手段 可她欠了债掏不起钱 如今48岁的王丽人 很难再有自己的孩子了 另外 还是要强调一下 有些人欠债是因为意外 或者不可抗力 就像混血演员韩军廷 就是为了支付母亲 医药费切了债 最后多余的话不说了 祝愿每一个辛苦生活的人 都能得到应有的回报吧 пот散开